一说到老外,那可是只有我们想不到,没有他们做不到 这不今天,老外又开始了作死的旅程 打算用车碾压河豚,轮胎会被打破吗? 网友分文在底下留言,一帮你叫好拖车 河豚能否扎破轮胎呢? 小伙伴们可以猜一下 对于河豚,我们都知道,它是一种生活在海里的鱼类 它如果受到外界的刺激的时候,身子就会不断进气,变得圆鼓鼓的 有些河豚身上还会长出很多的尖刺 这也是一种保护自己的手段 只见老外就其似妙想,想知道河豚的尖刺到底有多强 这颗拿不倒老外,于是脑洞大开,就想到了拿辆汽车来 先是拿出一个很大的龙虾,看这虾壳到底有多硬核 结果车子刚开过去,虾壳就变成了粉末 看样子这龙虾可并没有想象中坚硬 于是老外就拿出了一个带刺的河豚,放在车子下面 可以看到当车子碾压过去,河豚并没有被压了 于是车子倒回去的时候,一晚发生了 只见河豚直接打进了车轮里面 这么厚的轮胎,竟然被河豚的尖刺给扎破了 不得不重新对河豚有了新的认知 好了,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,记得点赞和评论哦